在香港掃街 地道小吃的選擇足夠多 但要掃飲品, 你看見這間? 那間一窩蜂排隊, 知不知道… 買珍珠奶茶一杯 來自台灣的珍珠奶茶 男女通實, 多年前登陸香港 走出街, 每個人手上總有一杯 一買完, 馬上喝, 還喝得很後勤 台式奶茶的大哥哥 當然是珍珠奶茶 香滑奶茶夾雜硬珍珠 口感層次相當豐富 在我們店裡不管有再多的台式飲品 珍珠奶茶還是我們店裡的銷量冠軍 平均每天大概可以賣到六百杯 假日的時候可以到九百到一千杯 說到台式珍珠奶茶 始早一定是這款上啡下黑的配搭 這間台式食市 以傳統手法泡製珍珠奶茶, 絕無花巧 茶葉的分別, 我們是用阿沙母紅茶 還有石蘭紅茶以七比三的比例去調整 阿沙母紅茶的味道會比較重 那個熱蘭紅茶的香味會比較重 所以兩個混合起來是很好的配搭 吃飲品就一定要喝珍珠奶茶的奶香味 而關鍵在於奶精 奶精粉?很肥的, 又不健康 不過沒有它不行 味道是鮮奶無法取代 台灣的傳統珍珠奶茶 都是用奶精粉製作的 用奶精粉製作的會比較香濃 鮮奶是比較淡味的 所以我們都會煎至傳統, 用奶精粉製作 珍珠奶茶黃金比例是六比三比一 六份奶茶, 三份黑糖珍珠 再配上一份冰 這樣奶茶味道既不會變淡 又確保喝到最後一口 都仍然吃到粒粒珍珠 珍珠加奶茶 如果兩層口感也滿足不了你 想要再高級享受? 你一層芝士奶蓋 將茶、奶、珍珠三層完美分開 軟滑、厚身的奶泡 輕輕放在茶底上 雙層鹹, 中層甜, 下層有咬口 既衝擊味蕾, 又夠滋味 主要的材料, 它的鹹是來自岩鹽 我們會加岩鹽 還有我們會加一個新鮮的奶芝士 選了奶芝士和奶芝士 奶芝士奶蓋的味道較濃 還有鹹鹹的跟我們的茶也很合適 因為岩鹽會將芝士的味道再提升 令芝士更濃厚 比坊間用一些奶芝士粉去打奶芝士 我們的成本是較高的 有沒有阿菇幾度? 約三至四成度 百搭的芝士奶蓋 無論放在紅茶、綠茶、烏龍茶 還是鐵觀音上, 一樣配合 我喜歡味道較濃的 試試奶蓋玫瑰附合紅茶 我們用的是焦糖味的玫瑰 在煮的過程中, 酒精揮發了 留著很香的焦糖味 焦糖配上紅茶、再配奶蓋 味道很配合 如果我喜歡口味較淡的 蟹蓋雙玫瑰綠茶 玫瑰綠茶相對較清淡 配上玫瑰珍珠, 淡淡的花香味 配上奶蓋就會嘗試不同層次的味道 其實怎樣喝奶蓋也是很講究的 首先, 第一口就要喝了它的奶蓋 然後就將一瓶飲管 慢慢放入杯底 那你就可以一口氣喝完奶蓋、茶和珍珠 傳統就是奶茶加珍珠 混合起來, 你喝不到的分別 你會喝多些茶味, 你分開喝的時候 咸淡淡的口感你又覺得怎樣 它是比較特別的, 混合起來會比較鮮明 那個層次的口感都比較好 這間台式飲品店 雖然店舖位置不在旺區 但每到午餐、午餐、午餐 店內都忙得踢腳 店內更出現一堆人潮 1號, 紫蘇珍珠奶茶 4號, 桂花珍珠奶茶 來自台灣的店長, 在店內密密拆 餵的是這些QQ的珍珠 雖然他們日賣500杯珍珠奶茶 但仍然每天堅持手製珍珠 創新加入不同口味 紫薯味、桂花味 顏色更夠細吸精 做紫薯珍珠所需的材料 只有紫薯粉、木薯粉加熱水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要做出完美的珍珠 粒粒戒辛苦 為何要用熱水 因為我們如果用熱水的話 珍珠的木薯粉會比較容易凝固 對, 如果一般用冷水的話 木薯粉會比較容易散開 你們平時用多少度的熱水 來搓粉團 就是要過100度 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這個部位都很痛 但是大概兩、三個月習慣之後 就會好一點, 對 一天會搓多少小時 大概六到七個小時 這麼辛苦 為何要堅持人手搓, 不用機器搓 人手搓可以確保均勻的 煮出來是漂亮的 拆好粉團後, 就可以入機切粒 珍珠煮熟後, 就要過冷河 以保持口感Q彈 讓我嘗嘗這個紫薯珍珠奶茶 這些珍珠吃起來 雖然沒有平時吃的那麼甜 但它的紫薯味非常濃 跟那杯奶茶真是完美 不行, 喝完後我的少女心 全都出來了 先自拍一下 外面沒有紫薯味和桂花味 桂花味比較特別 所以我第一次嘗試 怎樣? 下面也有桂花香味 是嗎? 但外面那些是沒有的 我覺得令奶茶變成桂花味 還有精神很多